百步蛇科在桃湖上 看起來相當生動 相傳排灣族的祖先是在桃湖中 被孕育成的 太陽產卵 在桃湖之後 百步蛇 圍在桃湖旁守護 而盧凱族的祖先 起源神化則說 太陽 讓桃湖受孕 孕育出一對男女 這對男女就是盧凱族的祖先 因此排灣和盧凱族人 認為貴族是太陽的後裔 百步蛇是守護者 桃冠是貴族 階級才能擁有的貴重物品 新北市十三行博物館 就特別規劃了蛇年蛇畫 原名蛇紋圖示特展 以百步蛇在排灣族和盧凱族文化中的 重要地位 訴說原住民的神話與傳說 他們的日常的 比如說建築 日常用品 都會百步蛇紋在他們的 這些裝飾或衣服上面 透過這個展覽 也讓民眾了解一下 就是排灣族跟盧凱族 他們的特殊的一個文化 透過神話傳說 岩雕藝術 原住民家屋雕刻 日用品和服飾 等於蛇紋圖示相關物件展示 來讓民眾了解這次特展 有許多互動裝置和體驗活動 包括認識蛇紋 光影紋飾 躍動的影子以及AR十進式裝修 讓民眾可以透過最新的科技來體驗 圖紋裝飾的樂趣 第一次看到 在原名蛇紋圖示特展當中 除了有看到有關百步蛇的神話故事之外 還有展出當代藝術家的作品 把蛇紋圖示經過抽離 簡化 形成三角形 菱形 方形 網狀紋等百步蛇的變形符碼 轉換應用之後成為獨特的文創個性商品 讓民眾一次看個過癮 記者 馬耀 新北市巴黎採訪報導